新款博越将于3月15日上市 外观升级调整 日前我们从吉利官方获悉 新款博越将于3月15日正式上市 新车在外观及内饰方面 将给现款车型进行了一定的升级调整 此前该车已有5款车型 参与销售 这5款车型分别搭载了 1.8T加6MT6AT动力总成车型 其预售价格区间在12.18至15.98万 外观方面新款博越的外观 基本沿用了新款车型的设计 主要针对一些细节方面行的调整 可以看出其主要的变化 位于车头下方的前途行杠部位 大尺寸T型进气口 搭配所有两侧造型独特的雾灯区域设计 微车点带来了较多的心意 看上去更加时尚 这一方面新款博越的尾灯组变成了黑底设计 看起来更富质感 普通时新车的厚保险杠造型有着明显的改变 下方内凹式的试条搭配银色护板双边共两出式堕落排气 营造出了不错的视觉效果 此外新款博越还换装了一套新样式的19英寸轮毂 其采用了黑灰双色设计为整车增添了一次运动感 内饰方面新款博越的变化也不大 主要的亮点在于经过优化的兴奋液晶仪表盘 绿子同时其中控显示屏的两侧按键 也由物理方式变成了触控式 并且其作为系统UI也进了升级 在配置方面新款博越根据车型不同 配备了真皮座椅 双区自动空调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等 在安全配置上 新款配有自适应巡航主动偏航警示 网点监测 以及三万周度全景相等